大家好 欢迎来到卓游港玩卓游的时间 大家好 我是节目主持人Happy 大家好 我是Andy 我是德巴斯的KHR 好 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游戏 看到桌面上有两盒 一盒是Empire Legend 一盒是Empire Classic 其实两盒都属于同一款游戏 只是包红的种族不同 每一盒有八个种族 它是一款由Nagel Bucco和David Trusset 作为合作出的一款游戏 由Oxplay Game出版 作者有什么特别呢 特別难读 之外呢 它是推出了很多 以前推出的EUO Game都有感到的 最出名的包裹是Anakuri 也是一个我们都喜欢的游戏 Top 50 也做了很多EUO Game的Solo Mode 另外一边 Nagel Bucco 都叫做他们两个的首次合作 加上这款游戏 也是鼎鼎大名 就是这一位 我们平时不太喜欢他 就是Midjo 就是West Kingdom 系列的游戏 整个组合 加上一个Civilization的Death Building Game 都是今年上 比较值得期待的作品 好厉害 我现在做很多功课 现在 我前一段时间 这些是金石你做的 是吗 接下来就介绍游戏 Impium 是一款文明主题的牌库构建游戏 玩家的目的 是为了建立一个最辉煌历史的文明 透过开拓领地 研发科技 兴建不同的建设去获取资源 除得荣誉卡去记录文明的封工遺跡 带领自己的文明进步和发展 在游戏结束的时候 拥有最多Victory Point的玩家 便会赢得游戏 每个文明都有自己独有的专属牌组 有自己的Nation牌库 发展卡和专属技能卡 剩余的专属卡便会洗好成为你的牌库 然后从牌库抽取五张 成为你的起始手牌 每个玩家都会拿到三个砖头 两个人口和一个Pogas使物 作为起始资源 每一个Pogas使物 在支付费用的时候 都能够当作一个人口或者两个砖头使用 而游戏结束的时候 每个Pogas使物都会当作一分 然后就拿到三个Action指示物 和五个Exception指示物 在每个回合中 玩家可以从Activate, Innovate 或者Revote三选一 选择自己的行动 Activate是游戏中最常用的选项 玩家可以利用三个行动指示物 去打出手上的卡牌 以及五个Exception指示物 去激活它之前打过的卡牌 这些包括擴大你国家的土地 研发科技 轻建设施 打牌以获取资源 或者花费资源 去购买新的卡牌 以市场购买的卡牌 都会连同卡牌上面的指示物 和底下的Unrest卡一起上手 Unrest 标志着文明发展途中的不稳定因素 在游戏结的时候会扣分 并且会卡手牌影响你打牌的效率 有些卡牌会标示了虎头符号 代表你只能够在蛮族的时候才能够打出 如果卡牌标示了皇冠符号 代表你只能在帝国时代才能够打出 所以玩家在买牌的时候 就要考量自己文明的发展进度 第二个选项是Intervate 使用于手牌状况一般有欠缺资源 而市场又有你想要的卡牌的时候用 玩家就会将手上的所有手牌放入器牌堆 然后Breakthrough其中一类的卡牌 所谓Breakthrough就是获取卡牌的时候 无需拿到卡牌底下的Unrest 卡 或者可以从戈类市场牌库里 盲抽一张上手 如果戈类市场牌库已经耗尽 也可以回到Main Deck 里 回到戈类卡牌为止 如果Main Deck 都没有戈类卡牌 玩家就可以拿两个Pocus指示物 最后的选项是Revote 玩家可以将手上任意数量的Unrest 卡 放回公家的Unrest 牌库 注意Innovate和Revote都不能使用 Action 和Exhaustion Token 当完成三选一的行动 便会进入Clean Up Phase 首先 玩家会在公家拿一个Pocus指示物 放在市场上的一张卡牌上面 然后就拿回所有使用过的Action 和Exhaustion 指示物 你可以将任意数量的手牌放在器牌堆 然后就再抽字五张 当所有玩家都完成他的回合 回到起撤玩家的时候 便会触发Sortus 所有玩家会同时执行 他们卡牌上有Sortus的卡牌效能 完成之后便可以开始新的回合 在游戏的任何时候 如果你的牌库用完 并且有多余的Exhaustion 标记 你可以将你国家牌 加到你的器牌堆入面 然后就将牌洗云 重新建立你的抽牌牌组 一旦国家牌耗尽的时候 你的文明便会进入帝国时代 每当你在帝国时代要抽牌 而牌库耗尽的时候 你就可以从你有十字星符好的 Development Card 里面 简算一张 并支付它的发展费用 然后就再加入它的器牌堆 洗牌了之后 你便继续你的抽牌行动 游戏分别有四种情况 会触发游戏结束 第一是荣誉卡 去到最后的King of Kings Card 第二 公家的主要牌库耗尽 第三 其中一位玩家已经发展 所有的Development Card 当以上三个条件 其中一个触发到的时候 完成该回合之后 就会进行多一个回合 然后就会结算分数 除了未发展的Development Card 和Nation Card外 所有的卡牌都会计算分数 得分最高的玩家 就会成为赢家 另外 游戏任何时候 当Unrest牌库耗尽的时候 亦都会触发游戏结束 并且不会结算分数 会由拥有最少Unrest Card的玩家 胜出游戏 Impium的游戏流程大概就是这样 好 我们经历了五千年历史 不如说说我们玩这个游戏之后的感受 好 首先我说 第一点我认为是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生命的 一个牌组构结的模式 它怎样生命化呢 它怎样生命化呢 就是它们每一个种族 都会有自己独特的Nation Debt 那怎样去使用它呢 就是它每次 计划完自己的户子之后 6月份 就可以将Nation Debt的牌 加入自己的副手牌 从而加强自己的牌组 这是一方面加强自己的牌组 第二方面 可以从公家上的市场买 这两种辨面造成出来的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加上刚才说到Nation Debt 我们推走完整个Nation Debt 民民或者国家 就会由这个Barbayrian进化到Nation Debt 这些是第二个层面 因为在什么时候 只能打上那个时候 关系的卡 就是我在Barbayrian时 我拿着这些Nation Debt 是打不了就是没有的 这是一个节奏上的掌握 或者是买牌上的 節奏上的東西、考量等的東西 都多了一層大面上 我覺得是這個遊戲做得不錯的地方 我想補充一點 就是你剛才說的 Loop完一次Deck要重新洗牌 要入卡下去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它除了這個機制上修改了之外 它其實在牌設計上 很多牌是會推動你去做這件事 例如很多牌你會把卡丟掉出來 或者再放進另一個Pile 這件事其實在其他Debidden Game 是比較少見的 這件Debidden Game我覺得是叫... 很多Findead的手段 後現代的Debidden Game 就是比較薄的 不會一直玩初代Dominion 一玩一玩三十幾四十幾張牌 是一直保持十幾二十張牌 你要有一個好像在解決的Puzzle 就像在玩Loss Runes一樣 你要不斷地解決 令到你的牌是optimal的 不是多一點這件事 再多一點這件事 混合起來 一定是好的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這件事會令到整天的遊戲 就沒有那麼Luck 就會多了你需要去解題的那種感覺 承接你剛才說的Debidden Game的創新圍 其實我覺得它就是因為有這個效果 它令到它種族的差異 它有很多種不同的方法去演繹 例如剛才有提到Empire跟Bibberian的差別 例如有些種族 例如維京的 它是不能升上Empire的 表面上來說 它可能就是不能夠有一些很強力的卡 可以在公共的牌池裡買到 但實際上它自己本身的卡 就可以帶來很多不同的拿分的途徑 又或者好像亞特蘭提斯 就是它一開始已經是Empire的那個階段 它又可能要給更加多的資源 才可以做到升級之類的東西 令到種族之間差異會更加大 而更加重要就是 譬如它有兩個版本 在Legend的版本裡面 譬如我自己印象深刻 就是有亞瑟王這個種族 或者這個文明 它不是一個國家 它是在呈現這個King Alpha 去要拿聖杯的故事 整件事無論在Gameplay的機制 和遊戲的體驗上高 都是完全不同的 種族與種族之間的差異 這件事我覺得是 由於它的代表 有這麼多的空間給它發展 而導致它可以做到這件事 而出來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這個可以承知這個項目 就是我覺得第三個 它做得好東西 文明的主題呈現感是非常好的 以一個代表的Gameplay 它可以將一個文明的興衰 所謂的興衰就是 它由這個野蠻人的階段 巴巴里人的博愛族 慢慢地向外面攻城略地 去到很多不同的領土 接著可能某個時候 就有一些偉人出現 曾經一個好位大王人 秦始皇出現 或者是阿歷山達出現 通常那些卡 都是一個很強勁的效能 但效果完略之後 它那張卡就會放進去 我們這個牌組叫History的地方 Go Game 它的風高位積就會讓我們記住 之後End Game的時候 都會計分 你猜到到Empire的時候 需求又不同了 你的需求就不是再去攻城略地 你的需求就是高層次的東西 可能是Philosophy Education等等 高的技術等等的東西 整個遊戲的流程去到計分等等的位置 我覺得是完全將文明的 Supportization 裡面的要呈現到的東西 是可以滲透到不同的部份 我覺得滲透的東西 其實就是這遊戲精彩的地方 就是剛才說過 我們第一個項目 就是它的機制很獨特 就是在於它的獨特機制 和文明主題 它是契合得非常之好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遊戲 最後的combo加分的地方 還有一個Umbresso 我覺得這個是文明發展 有些不穩定的因素 但有空的時候要清一下 就是國安局 就是有些特別的報告去處理 我就說一下最膚淺的項目 我覺得最吸引的地方 就是它的價錢 因為其實講一些背景 這個出版社就是英國的Osspray Game Osspray Game 原本其實是Osspray Publishing 就是一個出書 就是普通的書籍 我應該在近幾年開始出了很多的Bord Game 其實上網有些賣書的網絡店 都可以賣到 這盒你擺出來的 好像Brand 200-300元一盒 一盒裡面剛才說過有100個種族 這兩個分別是classic 即是一些古文明 還有一些傳說文明的類型 即是亞特蘭提斯 加上16個種族 我覺得是非常值得玩的 很多時候200-300元是一個美金 但今次是港幣 已經可以擁有8個種族 Double就可以有16個種族 我覺得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留意的 還有一個都要不得不提 就是這款遊戲的Solo Mode 剛才他講過 作者其實是一個很善於Solo Mode的一個設計 Solo Mode的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用了一個Table做一個AI 剛才我們講過有16個種族 他有16種AI 每個種族都有自己獨特的AI模式去驅動 所以現在是32個種族 對 現在是非常流暢的 聽到很多人的評論 Solo Mode的體驗是很不錯的 好 那你講到Solo Mode 你會好像有些話要說 是啊 那我們不如就說完 賺了那麼多 不如就說一下彈的位置 其實就是這個Solo的位置 為什麼這個Solo Mode這麼好呢 因為這遊戲這麼多 幾個天晚上 其實都很Solo的感覺 通常來說 對於我來說 我是喜歡這類型的遊戲 但是我反而會覺得 這個遊戲太過Solo了 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因為在這個遊戲裏面 你的Build Up 其實就沒有一個很清晰的Display 可以讓人去見到的 什麼意思呢 可能我們玩Dominion 你會知道 他不斷拿到搶分卡 大約到他拿了幾個分卡 但是這個遊戲的計分 其實每一張牌都會有一分兩分 嗯 其實你是不太感覺得到 別人拿了幾個分 因為他不斷地滑掉那些牌 也不是那張牌就只是分 或者有些很厲害的級別就不會 很多時候是塑膠塑加在一起 另一個東西就是這個GameMaker 也不是太過著重在資源的 嗯 其實他有資源的 但是資源是比較簡單 可能是Materials 或者是人 或者是百搭的分數 那 你是不能夠見到 很明顯地有一個人 突然間屯息很多資源 然後做了很多Combo 因為資源在這個遊戲 也不算是太過分數著重的 那所以其實在整個遊戲當中 你是不會 就是我剛才玩的感覺就是 直到最後算完分 我才大約感覺到 原來我贏了 原來我做得那麼好 是啊 但是香秀呢 在遊戲中間 我們都很少去理會別人的 那個種族是什麼 其實它的原因有幾樣 第一就是每個種 剛才也有些呼應的 就是第一 每種族他做的東西很不同 那甚至我覺得有一點像是傾向去到Vasa那些Feel 就是會好像玩不同的遊戲 但當然沒有那麼厲害 但是你要花心機去理會 每個其他玩家 他們做的東西其實是有些難度的 就是第一次玩 那所以呢 第一次玩的時候 會更加嚴重的Solo感情 那承接你這個 其實我覺得它另一個 都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Learning Curve 那因為遊戲裡面有很多的不同的卡 你每一個種族有自己專屬的活動 公家牌池那裡也有很多卡 而每一張卡上的字都不少的 那所以變成你整個遊戲 其實就需要花不少的時間去讨讀 而那個讨讀 未必是你就這樣憑空看D卡 就掌握得到遊戲是怎樣玩的 你很多時候可能要玩過一兩次 知道節奏 譬如最簡單的一件事 什麼時候升Empire 究竟你應該要搶快去升Empire 還是build up好自己的Tablet 就是你自己前面的牌線 之後才升上去呢 這些都是要玩過才掌握得到 我覺得這件事在這類型的遊戲來說 是要去想的 如果你是給新手玩 就絕對不是一個很容易掌握的位置 我想我們玩這些都叫文明遊戲比較多 玩這些卡牌構速遊戲都比較多 其實都需要不少的時間 和不少的次數 才掌握得到 也都引伸了剛才Happy說的那個位置 為什麼會這麼multi solo 就是你連自己的東西都還沒搞得到 哪有時間管別人 所以這件事都是一個問題產生的因素 我認為有些位置的容錯率是蠻低的 有些很重要的卡 如果你不小心 Garrison 還放進去 又沒辦法拿上來 可能你的褲子就已經運不了了 會有這樣的情況 其實某程度上 那個難度位 來自於剛才的種族的不同 還有第二 我覺得HK遊戲用牌庫建構的東西 它用得非常出實的花 原因是因為它有很多不同的power位 剛才的實態 看了教學 我們剛才講到就知道 我們有一個專屬的文明進程的deck 亦都有History 亦都有Garrison 即是放進去 這些東西是有很多不同的interaction 剛才我都講過 這遊戲不是說玩資源轉換 所以很多東西 它不能夠用一些圖示 去跟你說A轉B 它可能要用一些文字去解釋 導致這遊戲基本上 全部卡的文字量都是不少的 而且卡的盡量做到很不同 所以變成你很多卡 擺出來又要再看一次 所以這個位置就導致了剛才KH所說的問題 更引伸到另一個問題 就是它的Downtown 以及剛才說的Solo都有關係 兩樣東西加起來 就會令到每個人只要專注自己的東西 但是它亦都有一個market 會有De-interaction 亦都不能夠說我不等人 一定要等別人 去想完才到我們 我剛才試過4P 就覺得Downtown的情況 就不太接受得到 比較長一點 3P還可以 4P就有一點點太長 Optimal是Solo 所以這個是我的感覺 我們總結一下 其實這款遊戲 我覺得都是一個 今年暫時來說 都是一個非常出色的作品 如果是Gamer 你是一個玩開遊戲的Gamer 不是一個新手 這款遊戲在文明 Dead Building和Tabic Building裡面 亦都融合得非常不錯 呈現得很好的作品 無論價錢等等的東西 我覺得都沒有什麼挑剔 只不過剛才說的就是偏向Solo 但玩下去我們就非常有感受 我覺得它做得非常出色 推介給什麼玩呢? HAPPY 我推介第一就是不要怕很多字 第二就是你不是新手 就是玩開很多不同類型的遊戲 因為這個上手程度都是有難度 第三就是你喜歡去試很多不同的種族 不同的變化的玩家 第四就是你喜歡Solo的玩家 好 今天我們這一隻就是Imperium 如果大家試完這遊戲 又或者對這遊戲有什麼問題 歡迎在留言下面留言 記得按LIKE、SHARE 還有COMMENT 還有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我們如果有新片 都可以第一時間會知道的 今集的《卓球講玩卓》就來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